2023智慧城市论坛及展览华联县政府 以华联县智慧路网管理整合及交通路廊改善计划 荣获了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 华联县政府建设处的处长邓紫瑜 特别北上来代表华联县政府上台授奖 在展览当中以华联智慧交通馆为主题 用数位科技量映展出华联智慧交通三大主轴 分配为华联县智慧ITS智慧运输系统 华联转运转Mars应用服务计划 以及华联智慧站牌3.0 以时间轴表达华联智慧交通发展大事迹 让参观者一眼就能够感受到 华联多元智慧运用在交通各方面的亮影成果 现在学生表示智慧交通在带动城乡与经济发展上 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因此华联县政府不断致力争取经费 执行各项智慧运用与交通设备的提升 提供华联香气以及房旅客 更能够友善的便捷的服务 接着许中也这次在展览当中布置的 巧妙中央各项计划补助单位 以及共同打拼的合作伙伴们 华联智慧交通屡获殊荣 真的相当感谢各界的肯定 即去年内政部TGOS加持应用奖 交通部中华智慧运输协会2021年会 及智慧运输应用银桃会及ITS成果展中 运输资料流通服务平台 TDX停车组绩效评奖U奖等等 县府同时也受要担任中央地方政府ITS 政策以及发展厂次组长人 分享华联智慧交通发展成果的愿景 未来将继续推动花林智慧交通建制 让乡民和旅客拥有更便利顺床交通运行 以建立花林友善环境的国际智慧城市 比较常来到台湾的这些观光客 它可以有自己的语言 你可以去看这个资讯 那车辆所显示的这个资讯 不是只有静态的 它也有动态的 我可以知道下班车它有多久会来 那这个资讯呢 那当然我们也是透过了这个 这个交通部目前所建制的这个TDX 就是它汇整了这个我们所有客运 我们所有这个市区公车上面的这个 这个车机系统所回传到 它这个公共总局它有设置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会知道每一个车辆的动态的行驶状况 那我们的这个智慧站牌呢 都会去截取这个目前这个客运班车 它目前的动态状况 那就可以知道说 我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个班车才会来 欢迎政府建设处处长邓主义表示 这是获奖花莲智慧网络管理整合 及交通路览改善计划 整体优化基金功能有分别为云端智慧交控 重整实质耗制 交通大数据价值应用 耗制履历 智慧停车 为达花莲交通智慧化 减缓速化改通车带来人潮 以及市中心交通的问题 欢迎政府应用智慧科技 让交通政策更加精准 记得喜欢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